立秋吃饺子也叫贴秋标 寓意让体格更加的强壮 补上夏天流失的营养 立秋了 这馅的饺子别忘记给家人吃 不放鸡蛋不放肉 鲜嫩多汁营养高 顺应节气平平安安入秋 首先我们从玉米树上掰上一根鲜玉米 把玉米粒轻轻的包下来 过中烧水倒入包好的玉米粒 轻轻的推动一下 给玉米粒焯一下水 煮好的玉米粒颜色金黄 吃着特别的鲜甜 立马捞出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半根胡萝卜 趁胡萝卜不注意的时候 切成细细的胡萝卜末 胡萝卜味道清香 营养尤为丰富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起锅烧油倒入胡萝卜 保持中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胡萝卜提前用油煸炒一下 可以释放更多的胡萝卜素 吃起来更加的美味可口 非常适合调腺 炒聚胡萝卜变软 先盛出来 自然放凉 这些是我早上花两块钱买的鸡尾虾 提前冷冻了一个小时 更方便去壳 先去掉虾头 捏住虾尾 轻轻一拉 就得到了完整的虾仁 然后把虾仁切成小丁 虾仁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营养全面 大人小孩都很爱吃 最后剁几下就可以了 剁成泥状 加入胡椒粉 料酒去腥 用筷子充分地搅搅匀 虾泥腌制一下 吃起来会很入味 家里有香菇的朋友们 可以准备一些香菇 我们在包饺子的时候 放上一些香菇 饺子吃起来鲜香味美 特别的棒 准备300克面粉 加入食盐 混合搅搅匀 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 用温水活出来的面团 特别的柔软 包出来的饺子 好吃又劲道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下手揉成面团 这个面团是软硬适中的 先洗面备用 现在我们来调馅 加入玉米粒 胡萝卜 香菇 小葱花 少许食盐 鸡精 麻辣鲜 一勺蚝油 少许小馍香油增香 用筷子把馅料充分地搅搅匀 搅拌至馅料抱团就可以了 这样调出来的馅料 不放鸡蛋 不放肉 营养丰富 非常适合力求吃 面形好以后 取出来搓成细细的条状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把每个剂子用手整理一下 按扁 取出擀面杖 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小饺子皮 包的时候可以多放一些馅料 出锅之后饺子各个泡乎乎的 先把饺子皮对着过来捏合 大拇指向中间按压一下 饺子就包好了 锅中烧水 水沸腾以后 下入饺子 分次下入可以防止饺子粘连 全部下锅以后 保持大火煮两分钟 煮开后淋入半碗凉水 加入凉水 可以给锅里的开水降一下温 让饺子里外都受热均匀 虾仁三鲜线的饺子 一共要叠两次凉水 这样饺子吃着才更加的劲道柔软 保持大火 继续煮两分钟 等到饺子全部漂浮起来 变得透明 圆鼓鼓的 控水出锅 移到营养全面 全家人都爱吃的虾仁三鲜线饺子 就做好了 哇 真香啊 煮好的饺子各个圆鼓鼓的 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馅料 散发着虾仁和蔬菜的清香味 不放鸡蛋不放肉 鲜嫩多汁 营养丰富赛鲍鱼 一口一个真是鲜啊 我家六个女儿非常地爱吃 每次都要连吃两大碗 明日立秋 一定要给家人安排上这些的饺子 营养均衡味道香 顿顿吃不腻 喜欢的朋友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谢谢您的观看